NBA今年的爆炸性新闻是一个接一个,不光是重磅交易,就是拒绝顶新的新闻,都够你看傻眼了。 先是快船球员托比亚斯哈里斯拒绝了球队开出的4年8000万提前血缘合同,后又曝光巴特勒拒绝森林郎,5年1.1亿的打合同,当然这都算小儿科。 莱奥纳德为了能离开马次,硬生生的2.19亿美元打了水漂,而今天,我们要说的巨星是醍醐当家球星,人称龙梅哥,联盟最好的打各自球员,没有之一。 没错他就是戴维斯·安东尼,2015年7月1日,在2015-16赛季的自由球员市场大幕拉开仅仅一分钟后,提湖已经和安东尼·戴维斯达成了5年1.45亿美元的许约协议,最后一年为球员选项,正是因为球员选项,再加上龙梅哥上赛季的经验表现,提湖掏出了6年2.1亿美元的打合同,试图留住这个大个子。 但是语愿为,被安东尼无情的拒绝了,龙梅哥似乎可以预测未来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大家都知道修赛期,提湖送出了联盟第一中锋考仙斯和场上指挥关龙多,正无疑是给龙梅哥帮投一击啊。 众所周知,提湖的阵容原本在西部还有一定的优势,随盼两员大将的离去变得试着走进金。 毫无竞争力了,夺关就是一个遥远的梦想。 对于龙梅来说,是该有一座冠军奖杯,来证明自己了,所以他别无选择。 但从现在来看,他的选择是比较明智的。 NBA 民宿加内特曾经这样说过,安东尼很像年轻的我,希望他不要我的老路。 安东尼确实是加内特升级版,上个赛季场就28分11个篮板,季后赛更恐怖30分13个篮板。 这样的球员如果不能拥有一枚冠军戒指,显然是人生一大遗憾。 加内特后悔把自己最黄金的岁月留给了森林郎,却在职业生涯后期,才加蒙凯尔特人夺得冠军。 他曾遗憾的说,如果我早点离开,就不知一个总冠军了,我相信他说的一点莫错。 龙梅哥今年25岁,如果在16年就是31岁了,谁能保证自己像詹姆斯一样呢?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在当今联盟,抱团无疑是夺冠最有效的捷径。 像安东尼这样优秀的球员,不论是去忽然还是火箭都非常适合他的球方,也将会给一当独大的勇士以致命的打击。